陷入了无限循环中的六人不断地被恐怖红人杀死 而如果不能通关游戏的话 他们将会永远停留在这一天 这已经是女人的第二次死亡了 她又一次地从床上醒来 今天她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马路上救下那只每天都会被压死的小猫 却没想到被小帅先一步地完成了 随着他们在游戏中一起努力结下的友情 逐渐让原本孤单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多了一些欢声笑容 他们在热情高赞的情绪中迎来了午夜寻找身体的游戏 有了对策之后 他们将学校的喇叭音响开到最大 以此来分散红人的注意力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寻找身体 于是他们六个人在红人的追杀之下 也渐渐地将一件又一件遗失的身体慢慢地找了回来 虽然在寻找的过程之中 他们依然还是不断地死去 但是却还是依然会复活归来 之前的游戏进度存档还是依然存在 于似乎他们终于找起了除了人头以外的所有身体 第二天在现实中大家召集在了一起 他们找到了三十年前的那个小女孩被杀害的别墅 他们以为这里会有小女孩头颅的线索 脏乱的别墅早已废弃多年 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小女孩的全家福照片和小女孩留下的画图 他们认为在游戏中追杀他们的恐怖红人 应该就是小女孩手中一直抱着的小熊娃娃 紧接着他们看到了一处被封锁住的墙体 好奇心强烈的众人当然要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于是他们拆除了封住墙体的木板 看到里面竟然存放着的就是小女孩抱着的那个小熊娃娃 就在这时 当他们重新转过头来 刚刚的小熊娃娃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不见了 吓得众人惊叫连连地跑出了别墅 而他们却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放下了一个大座 原本追逐他们的红人女孩 就是因为他们今天解开了小熊娃娃的封印 现在却变成了一个身高18尺的高大怪物 众人又开始慌不择路地逃跑 怪物还没开始攻击 杂落的建筑材料就已经又带走了两个人的生命 躲在更衣室的眼镜哥都还没看到怪物 就已经被储物柜给压成了肉饼了 最后剩下的三人在教室里点起了火把 准备对抗这个更加恐怖的怪物 怪物冲破大门的阻碍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这是一个身高三米毛发旺盛的恐怖怪物 小帅根本没有反抗能力 就被怪物一把抓住举到了空中 怪物展开血盆大口想要吃下它 小帅举起手中的火把给怪物做核酸 气得怪物一把将小帅钉死在了墙上 剩下的两个女生其中一个转身就跑了 殊不知在怪物面前谁先动就会直接把怪物吸引过去 果然没逃出多远的女同学就被怪物一扑而上 三两口的就被怪物吞入了腹中 现在整个小队只剩下明日香一个人还在苦苦挣扎 可她一个小小的弱女子又怎么可能逃得出怪物的魔爪呢 惊慌失措的明日香爬上了教学楼的水管 没想到在怪物的惊吓中她也失足地掉落了下去 当她又在自己的床上醒来 可没想到本来有规律的每天竟然在今天出现了不一样的节奏 本来他们每天都会救下的小猫最终还是依然被汽车压死了 回到学校的几人却发现了一个更加恐怖的事情 被怪物吃掉的女同学不但今天没有出现 而且其他同学却说根本没有这个人的存在 真的是细思极恐啊 他们如果通关不了这个游戏的话 难道他们都将会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消失吗